国际焦点先来关注美国参院通过了原无包裹法案 而根据CNN的报道 总统拜登最快在周三就会签署生效 这十亿美元的武器援助将包括刺针防空飞弹 布雷德利战车跟海马斯火箭炮 乌克兰盾内刺客 俄罗斯坦克得寸进尺步步进逼 在这一座名为西米哈伊利夫卡的小村中 可能是俄罗斯的最新战利品 俄罗斯高举旗帜宣称已经拿下 但是乌克兰否认 还说有15%到20%的范围还在控制中 而且全村都在乌克兰的火力控制范围内 乌克兰前线依然打得辛苦 节节败退士气低落 就连第二大城哈尔科夫 240公尺高的电视塔都被俄罗斯打中 直接断一半 乌克兰研判应该是被俄罗斯的 KH-59巡弋飞弹给击中 而哈尔科夫也不止一个地方预袭 满地弹壳还留有大弹坑 30辆的汽车和民宅全轨 奥德萨则是有民宅预袭烧成一团火球 乌东的康斯汉迪诺夫卡同样遭到俄罗斯飞弹打来 民众当街见血痛苦呻吟 乌克兰大城市和东部地区每天轮流哀轰 到底何时可以等到救兵 终于有一丝曙光 美国拖了大半年的国会补充法案 当中包含610亿美元的原物预算 终于在参议院闯关成功 外媒跟报道只要表决通过 马上就有10亿美元的援助 快递乌克兰 根据两位美国官员匿名透露 这10亿美元的军援 包含布雷德里战车 标枪飞弹 刺针防空飞弹 和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的弹药 以及其他关键需求 这渴望先帮乌克兰疏解燃眉之急 不过乌克兰最想要的 恐怕还是美国的长城飞弹 Attack Camps 而现在不只是美国 英国要提供对乌克兰的史上最大笔军援 再加码5亿英镑 包含400辆军车及1600枚防空飞弹 还有长城飞弹 暴风之影 英国现在已经成为继美国德国之后 对乌克兰的第三大军援国 甚至有些新型武器 就连英国正规军队都还没普遍使用 就先在乌克兰上战场 像是这一套Marlet炎炎轻型多功能飞弹 乌军抢先用 凸显出英国想要在俄乌战事中 掌握话语权的意图 但还是要考量现实 尤其美国年底将大选 如果川普真的当选 欧洲防卫是不是只能靠自己 这让北约国家提心吊胆 军援承诺能兑现多少 还是未知数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多所名校挺巴勒斯坦示威 冲突升温 哥罗米亚大学因为校园 被挺拉的团体扎营霸占 全面改为线上授课 纽约大学则是爆发 学生跟警察的激烈冲突 哈佛大学则是被迫战时关闭校园 打了200天的战争 还是没停歇 抛到来袭引爆剧场 加算南部拉法又遭乙军攻击 据民说攻击前不久才收到乙军的警告通知 许多人反应不及帐篷又被摧毁 乙军在犹太预约节期间攻击不手软 也锁定北部地区猛轰 疫苗炸毁了加萨市阿尔沙哈巴 一栋建筑 同一时间以色列南部也不平静 周二遭巴勒斯坦武装分子 发射火箭攻击 尽管以色列拦截所有火箭弹 还是有残骸波及储藏 城市冒出浓烟 学生和警察爆发激烈推进 以哈战争进行的同时 美国大学的挺拔示威越扩越大 22号起纽约大学跟进访校 哥伦比亚大学生搭帐篷 隔空声援巴勒斯坦人 却因为人潮越聚越多 纽约警察决定派人清理 现场还有学生遭束带反绑 带上警车 发起示威的除了有 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 同样位在东岸的麻省理工学院 和哈佛大学也陆续响应 这波示威还蔓延到中西部的 俄亥俄州密西根明尼苏达大学 以及西岸的加州大学 伯克莱分校 在西雅图连高中生都挺身而出 为了平息纷争 各大周一起取消实体课程 改线上授课 哈佛大学中心草坪也紧急关闭 校园中两派的肢体冲突 越来越常发生 哥大知名校友兼金主NFL 新英格兰爱国者老板克拉夫特 现在对母校的状况也看不下去 扬言要撤销赞助金 但不止校园不平静 周三甚至有许多挺拔示威者来到参院多数党领袖 舒默住家抗议美国通过的外援法案 形同助长战争 以色列在西岸的反恐争议也没有停止 画面中证明高龄78岁的巴勒斯坦美国民众阿萨德 两年前在乙军旗下的犹太永恒营 不当拘留 最后不幸亡死 他当时也被关押的弟弟 接受CNN采访指证 看到哥哥突然倒地不起 结果乙军明明发现 却放任不管措施救援时机 惹出争议的犹太永恒营 因为允许极端正统派加入作风 向来相当残忍 另外以色列人之家属也继续上街抗议 他们感觉救援进度像是被摆在一旁 这个国家和和平越离越远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则透露 哈马斯最近突然又改变协议的要求 导致以哈谈判陷入僵局 短时间内恐怕难以立即休战 点新闻 宋头报道 再来看美国的这个问题 他们的街友人数不断攀升 2023年已经有65万人无家可归 同比增加了12% 奥勒冈州的一个小镇为了驱赶移民 指定了反露宿法那么遭控危险 另外房价无价持续攀升 也让游民越来越多 放眼望去绿油油的草皮上 一顶顶帐篷住在里面的全都是游民 原景一看到立马上前地 黄丹驱赶他们 游民只好无奈打包走人 美国奥勒冈州南部的小镇 大约有四万人口 其中六百人露宿街头 当地却没有势力收容所 只能仰赖私人慈善团体 所设立的机构 在居民开始抱怨 街友随地大小便后 市府从2013年开始加强执法取缔 只要违反这项反路诉法 就得吃上295美元 大约台币9600块罚单 累贩甚至会被判20天监禁 无家可归者忙于寻找 合法安歇的地方 但收容所的床位少之又少 一旦在街头吃罚单 根本缴不出罚款 间接损害个人信用 让未来找工作或租房难上加难 人生就此陷入恶性循环 针对市府的取缔 三民间有一状告上法院 主张这样的做法 违反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 不可处以过重罚金 不得施加残酷或不正常的处罚 但格林帕茨事却不服提出上诉 官司最终闹到联邦最高法院 9名大法官22号进行辩论 其中6名保守派大法官认为 这并非法官管权范围 但只占三席的自由派大法官 明显站在游民这一边 联邦最高法院预计将在6月30号做出裁决 这将影响全美街友的命运 因为根据美国都发布最新统计数据 2023年全美游民人数增加12% 有65.3万人无家可归 其中加州就占三分之一 有超过18万人露宿街头 但就算不是街友甚至还有工作 许多美国教师连打三份工都快付不起越来越昂贵的房租 证明老师说想要住在离学校近一点的地方 现在都变成一种奢侈 刚入行的新手老师不只要通勤 还逼不得已 得和其他五名教师一起住在一栋 由教堂改建的共享住宿 全美有将近八成的公立学校留不住老师 主要原因就是高房租和低薪 为了解决这种状况 许多城市像是迈阿密 芝加哥和洛杉矶的市政府 打算出手补助建商多兴建 平价住宅专门提供给教师居住 TBB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